但现实就是这样的 每个年前有追求自己生活 成什么样的权利 不要用爱来把两个人绑在一起 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 爱本身就是一个 让彼此快乐的事 而不是让彼此成为对方的负担 你们思考一下啊 姑娘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刚才你说的这些事 我的确是都有错 我还是希望 就是你能和我留在天井 我希望你能相信我 然后多给我一点时间 我肯定是会让你在天井这边落户的 听老师们的话 我觉得我可能有不对的地方吧 觉得还是应该相信你 毕竟还年轻嘛 多给你一点信任 回唐山就出来 不回就别出了 你随便 姑娘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请关门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1 你要有什么情感困惑 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报名 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看看这臭小子愿不愿意回家 请开门 停 你要回唐山是吧 对 你说的啊 对 我说的 我要回唐山 你咋整啊 就是目的就是在整啊 说了半天还没听明白 我们并不认为这样就是爱 女生如果你真的爱这个男生 你该说的是 你应该去天津 而不是回来 你们俩着什么急啊 非要明天就结婚吗 那么小 你让他在天津 打拼个三年五载的 都成熟了 那会儿他能在天津落户 你还愿意嫁给他 你们结婚啊 女生其实你看啊 在这个现场 男生已经表达了一个态度 为了爱情我可以放弃 所以我希望你们回去之后 好好地聊一聊 关于未来的规划 好吗 好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 金云中央厨房 走进爱情保鲜记 有网友提问说 我男朋友呀 之前暗恋了一个女学生 她们呢比较聊得来 后来因为距离 没有见过面 但是她们QQ上还在联系 而且还帮她改话 明明知道我会生气 结果她还是帮她改了 我该怎么办 如果很明确的 暗恋最后没有结果的话 那就证明 这个暗恋的对象 在她心上会一直存在 因为没得到的 永远是最好的嘛 所以呢 我觉得你的生气对她来讲 不足一提 起码呢 在面对这个暗恋的对象的时候 很显然 她更看重的是 暗恋的这个对象的感受 而不在意你的感受 所以如果不及时的 让她和这个人 结束她们这样的关系的话 那就岌岌可畏了